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阿富汗局势太副戏剧行了 据媒体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如今已占领处首都喀布尔之外的所有主要城市 如今 喀布尔正处于被塔利班围困状态 塔利班已释放阿富汗首都最大监狱的犯人 如今 喀布尔只有机场成为唯一的出境通道 这是喀布尔给包括美军在内的北约国家人员留下的出境口 据据媒联社喀布尔报道 阿富汗官员当地时间8月15日表示 如今 塔利班已占领阿富汗所有边境口岸 正所谓世事难料 局势变化有时候是在一瞬间完成的 谁能想到 在美国还驻军阿富汗的情况下 在美军前几天还空袭塔利班的情况下 塔利班发起全面进攻后 既然只用了大约一周时间 就取下了整个国家 这种速度简直比吃块豆腐还轻松 比逛个公园的速度还快 然而 面对塔利班的攻势 美国没有任何办法 阿富汗政府军如此不堪一击 美军也没想到 因为之前 拜登还吹嘘过 阿富汗政府军 是美军亲自训练的正规军 战斗力强大 结果现在看来这是美军领导人 忽悠大领导了 迫于现实 拜登政府为了保住 美国驻阿富汗人员的安全 甚至不得不向塔利班求饶 美国要求塔利班保护 美国使馆和人员不受袭击 条件是 美国同意阿富汗未来接受境外援助 与此同时 美国已加速派军机撤离美国人员 美国人正在仓皇逃离阿富汗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 塔利班在掌握了绝对主动权后 对首都喀布尔不是 崔姑拉朽般的实施占领 而是选择了维而不公 难道来天津取经之后 塔利班的政治智商真的大幅提升了 现在看 还真有这种可能 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 塔利班从某大国学来的三个大招 第一招 农村包围城市 第二招 反腐整风 第三招建立反美统一阵线 阿政府军为何溃败如此之快 这里面有诸多因素 首先 本身战力不行 历史上的伪军就没几个能打的 战力不行也属正常 其次 内部腐败 再次 使失民心 如果阿塔推进过快 就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 阿县政府得到的民众支持不过多 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来看 由于北约军队在当地经常造成贫民丧生 受于北约联合作战影响 阿政府军在民众心中形象很不好 一些部族首领都劝政府军士兵放下武器 向阿塔投降 各地地方上的军人 警察 农村官员 公民 都不愿与阿塔作战 塔利班为啥为而不公 答案很简单 他要拿阿富汗县政府的壳 要借壳上市 他要合法政府 而不只是一个塔利班政权 只要他拿到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壳 他就是联合国成员国 就有很多国家承认 就是一个正常国家 就能与更多国家展开更多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合作 怎么拿这个壳 就是要通过谈判 要现政府将权力合法让渡出来 让现在总统把权力善让出来 而后多方政治势力融为一体 这样就能保住阿富汗现政府的壳 这大概就是天津渠道的真经 所以我们看到 塔利班虽然在全国发起了进攻 并且拿下了除了首都之外的所有主要城市 占据了所有口岸 但塔利班这两件事都没做 一 没有急着进攻首都 选择为而不公的策略 这是要干嘛 就是要逼迫阿富汗现政府 把权力合法让渡出来 这种做法可真的是太聪明了 因为看起来明明是东方神秘智慧 才会做这样的选择 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 往往不做这样的选择 二 占领了所有口岸 唯独留下机场 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留下人员撤离通道 这也是东方神秘智慧 在东方这叫围城碧雀 留下出口给包括美军在内的人员 撤离通道 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做抵抗和干扰 而是会为了自己人的安全 选择快速撤离 这正是塔利班所想要的 塔利班并没有借此机会 意气用事来报复美军 他们目标很明确 就是政权 而美军的仓皇逃离 会促使阿富汗先政府 更快让渡全力 与此同时 所有人都在道德上指责美国 是美国把阿富汗的局势搞砸了 不但国际社会如此 包括美国国内自己的媒体 都在批评拜登政府 美国最后是狼狈逃窜 这种局面可以说是 美国输的最彻底的局面 因为美国希望的局面是 塔利班在美国撤离后攻占首都 然后推翻宪政权 建立塔利班政权 那样美国就可以 有一万个理由制裁 并且将阿富汗驱逐出联合国 然而 现在的情况是 塔利班是在美国 还在阿富汗的时候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控制了阿富汗 美国眼睁睁看着 却无能为力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微信扫地 哪怕他再想搞什么事情 都会遇到很大困难 而且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只要塔利班不干出格的事 美国的所有提案都可以直接否决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塔利班明白利害关系 推动和平交权 那么他借格上市就完全可以成功 而路透社则报道称 在美军和北约军队离开后 阿富汗政府的梦魇将正式开始 塔利班将快速扩张其版图 路透社显然没想到 塔利班好像拥有了神秘东方智慧 只要塔利班不糊涂 坚持这种思路 那么路透社所想象的 美军离开后 阿富汗将陷入水深火热的可能性 已经大幅降低了 塔利班没有立刻走在前台 站在最高光的位置 而是让阿富汗前内政部长 前祝德大使阿里·艾哈迈德·贾拉利 担任过度政府首脑 从而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一个包容的形象 而且这也是尽量包容性的 对阿富汗各派势力进行整合的一个实际动作 如果塔利班能够坚持这么做 那么未来塔利班主导的阿富汗新政府 将是包容各方力量的政府 如果阿富汗未来新政府 能把阿富汗各派势力都包容进去 那新政府的合法性当然就没问题 因为那代表了阿富汗人民 美国也没办法 如果塔利班更智慧一些 就利用美国给阿富汗设计的民主制度进行总统选举 到那时美国就更没有理由来制裁阿富汗了 所以真走到那一步 美国就是想制裁也无法在国际上获得足够多的响应 阿富汗也不会被孤立封印 包括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中亚国家、伊朗等 可以一起帮助阿富汗稳定 尤其中国可以帮助阿富汗重建 对阿富汗来说 一旦经济起来了 老百姓安居乐业 恐怖主义也就不会在那里再进一步滋生 这个地方就真的活了 中国的新疆就将迎来战略性发展机遇 中亚的发展将日新月异 一带一路倡议将会有新突破 这么一来 美国战略上真的是亏得底调了 盟友们之所以会死心跟着美国 那是基于两点 一是相信美军的实力天下无敌 有美国在他们便会绝对安全 二是相信美国所有的承诺都是算数的 能说到做到 然而 当美国连个阿塔都打不赢 盟友们还能相信美军的无敌神话吗 蔡英文之流 大概也迷信有美国在 便能实现台独迷梦 若拿到美国的承诺 那便大喜过望 如果能得到美国武器 又多了一种保障 然而 美国花了830亿美元装备的阿富汗30万大军 却是如此雷若 阿县政府是美国扶植的 这可是比盟友还盟友的直接代理人 美国尚且在关键时刻 说舍弃就舍弃了 那么 就凭台湾地区从美国那里买的几件 二手武器 真的顶用 台军确定自身就真比阿军强 如果两岸不得不冰封相对时 面对大陆强大的火力 能顶几波 美国能随意舍弃 比盟友还盟友的直接代理人 他又如何不能舍弃盟友 又岂会在乎连盟友都不是棋子 台湾地区 所有的答案 通过一场阿富汗局势便看得一清二楚 当然 还有立陶宛 乌克兰这些 都应该看清 美国真的会在乎他们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